- 請你跟我這樣過 請你跟我這樣過 小孩子不愛洗澡 不愛刷牙 又愛吃零食 怎麼會這樣呢 是啊 怎麼會這樣呢 難道這個原因 都出在紅彭的身上嗎 就是父母態度不一樣 小孩才會有洞磚 該怎麼辦呢 請你跟我這樣過 坏习惯好糟糕 到底跟谁学 他在我们家里面 就会随时的排气 结果我儿子没有学到 我女儿学到 你知道吗 漂亮漂亮的女生 漂亮漂亮的女生 在电梯里面 就放屁 然后就说我放屁了 还很得意 要讲是吧 要讲大家来讲 白小的时候 睡觉的时候 他会挖鼻孔 挖鼻孔你就把鼻子放在 但是你觉得还好 方法对了 好习惯根本不用教 从一开始我觉得 牙刷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因为它是他的工具 他对他的工具有兴趣 他才会愿意去用它 所以我从小 从他们宝宝的时候 都会拿一些 就是宝宝有一些好玩的牙刷 就在那边玩一玩 有造型的 以前有个 以前有一个是 星际大战 因为他有这个星际大战的 他还喜欢去刷 教养也有懒人包 玩多了 习惯跟着好 真的这么简单吗 马上告诉你 好小孩生活 公约的第一条 当然我们在家里 最常发生的应该就是 刷牙洗澡 这方面 希望小孩爱干净 但偏偏真像是 不爱洗澡 不爱刷牙 那这样子我们来做个民调图 好 觉得自己家的小孩 是个脏小孩的 你觉得 哎呦 前面在前面 你看大家都这样 一半一半 只有爱丽科斯最坦白 你觉得我们小孩不脏 你觉得我们小孩不脏 我觉得他们不脏 你不脏 我觉得他们很感觉 你不脏 等一下 你刚刚问 你是问我不脏 你刚刚说我不脏 还是有小孩不脏 小孩 对 小孩不脏 那你脏呢 你脏算了 因为他的标准很低 所以没有要求很高 他标准有多低 我儿子其实是有点洁癖 他是一个爱干净的小孩 他很怕脏 他很怕搞脏 比如他衣服搞脏了 他就会受不了 他受不了 他会受不了 所以他都是一直换衣服 一直要换衣服 但是不洗澡 但是不洗澡 他就是洗完澡 他就很气 因为他全身湿 他怕水 他很奇怪 他起完澡 他全身擦很用力 他拿毛巾擦 一直擦 然后胯下他 一直擦 然后他还 其实对我们来讲已经干了 他要再拿吹风机 全身他要吹风机 他很丢脸 这个拿吹风机吹这个事情 是不是跟你们有关系 没有 我完全不会用 他可能自己是 我可以死的穿衣服 如果说他是对自己的标准 是这么严格 洁癖 那你为什么举一半 因为我不懂 为什么他 就是要叫他去洗澡 他就是不喜欢洗头 不喜欢洗头 他每天跟我说 我一定要洗头吗今天 我说你有流汗啊 你就洗头吗 不然你那个枕头啊 你床带都会臭啊 然后爸爸就说 没关系 冬天不用每天洗头 刷牙咧 他会主动刷吗 他会主动刷 刷牙 会 可是刷牙 因为永恆比较严格 他对这个很严格 所以早上他们吃完饭 自己刷 早上吃完早餐 你就叫他自己刷 他们就自己刷一刷 可是你知道小朋友刷一刷 有时候就很快就刷 可是晚上睡觉前都是他帮他们 中午早上中午 真的要刷 然后晚上我就把 中午还要刷一遍啊 吃完饭呢 吃完饭呢 你不会小气到 连牙刷都不买给他 带给牙刷吧 可以吗 带给牙刷 明天小朋友就开始刷牙 而且今天是从幼稚园开始 对 幼稚园我知道有小区 小区还是有啦 小区还是有啦 有啦 好 那你们咧 达米 我觉得小朋友天生会 抗拒刷牙 要觉得太麻烦 尤其早上起来 那个意识还不太清楚的时候 他就想 在那边再待 多待一会儿 对啊 但是他这个动作 基本上我们是被 我们是 严格要求规律 跟成人不一样啊 如果不刷牙 有牙垢 或者是 吃了一些 糖果什么 一下就蛀牙了 而且现在小孩蛀牙好迅速喔 你本来看才一颗蛀牙 隔一阵子 整排都煮 我现在已经有青牙了 小宝已经有青牙了 就装青牙套 真的啊 牙套啊 怎么会这样耶 整个柱坏掉了啊 但是我话在说回来 重点还是 我们还是要要求他做 应该做 就是要隐身做折 就是 如果他 他在那个 刚睡起来嘛 那个头脑还不是很清楚的时候 我们就 拉他到厕所去 来爸爸先刷给你看 就开始刷 然后教他怎么刷这样 然后他看 这个隐身做折是一个好的示范 他看榜样 他就会跟着慢慢去 是 不过你在讲隐身做折 我觉得白龙的表情 不要认为 不是 这个隐身做折讲的 是非常有道理的 所有事情 小孩在看着爸爸妈妈怎么做 就是学嘛 那你刚刚讲这是好的地方 就是所谓的刷牙 这件事情是好的 可取的 对 但是如果小孩学到 学到可取的呢 可取 不可取的东西 比如说他 在我们家里面 在节目不要乱讲 就会随时的排气 随时随地喔 结果喔 我儿子没有学到 我女儿学到 你怎么办 你知道吗 漂亮亮亮的女生 对 漂亮亮亮的女生 在电梯里面 就放屁 然后就说 我放屁了 还很得意 要讲是吧 要讲大家来讲 什么的 这个东西喔 有的东西跟遗传有关系 怎么说呢 就是说不一定是有样学样 我小的时候 睡觉的时候 他会挖鼻孔 挖鼻孔就把鼻子放在枕头下面 然后 帮妈妈把那枕头一拿起来的时候 那鼻子一蹲在那边 你一蹲在那边 我觉得算了 你为什么要收集鼻子呢 对啊 你这么漂亮的女孩子 你可以想象吗 后来有一天呢 我发现我女儿啊 真的打开 他是不是只要一拿开 也有那个东西 我发现 而且Henry又会 爆皮又会挖鼻子 真的 真的 其中两个人在精华 就搞不定 我们是在毁谤我们 对啊 可是你知道吗 那这 可是放屁 我觉得那个鼻子还好 是隐私嘛 那是你觉得还好 因为是在自己的枕头底下 很好 很好 会臭 而且你枕边人 可是他是在公众场合啊 那如果是这样的个性的话 那洗澡大概你们也不爱干净咯 洗澡啊 我们是两种个性耶 两个小孩 因为我有时候每天要洗两次 你 对不管是用什么 暑假的时候有可能的 我就喜欢洗澡 你会用这个标准来对待小孩吗 会 脚一定要把他抓起来这样洗 对 对 然后他说要洗干净 有一种那种刷子可以 刷 这么小叫刷 刷衣服 你知道吗 后面没洗干净会长青春痘 我们以前有这种青春痘 小朋友那么小不会啦 他会反抗吧 反抗也没有用啊 就是 我们是铁的纪律啊 我觉得我们家小榜 小时候跟Rider一样 很爱干净 就是衣服只要有一点点沾到 他全身的衣服都要换新的 可是他随着年纪到 我觉得他有点小贪玩 所以他在看电视或什么的时候 烂啊 他会去趁那个广告空档 我们家去洗澡 他就趁那个广告空档 就冲去洗澡喔 因为一点点脏 两分钟之后就出来了 对 两三分钟就出来了 然后你就会怀疑说 天哪怎么搞的 有没有洗 对然后他就